公元466年,刘豫平定了巡洋的叛乱 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刘豫临危不惧,镇定自若 从善如流,用人如神 最终是力挽狂澜,扭转了战局,创造了奇迹 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刘豫的信心几乎爆棚了 这一切都让刘豫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无往不胜 原本肥胖的身体,此刻都觉得轻快了 原本应该理性做的决策,也变得轻率了 大战之后,刘豫先是按照刘修仁的建议 将校武帝刘俊所有还活着的儿子全部赐死 当时原本支持巡洋政变的徐州刺史宣安都 已经表示愿意归顺朝廷 但是刘豫还是决定派遣大将张勇 沈优之等人代价五万,北上征讨薛安都 刘豫之所以执意不愿意放过薛安都 是因为薛安都在起兵造反,响应巡洋政权之时 说了一句话 那一次,刘豫派人去招降薛安都 薛安都不但没接受,还极其轻蔑的对使者讲 如今,这建康朝廷所能控制的不过是百余里地 无论是攻城还是野战 我都可以在拍手大笑之中取胜 对于此话,刘豫是一直耿耿于怀 任何人刘豫都能原谅 但就是不能原谅薛安都 刘豫心想,既然你对我如此无礼 那你就别怪我对你不讲道理 对刘豫这个纯属意气用事的决定 尚书左仆叶谢兴宗第一时间就提出了异议 谢兴宗对刘豫讲 用重兵去威胁薛安都 薛安都必然感到恐慌 甚至可能会叛逃外国 招引北鲁 后果不堪设想啊 但这世界上通常有两种人是听不得反对意见的 一种是笼子 另一种就是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的人 此时刘豫就是后者 蔡兴宗的话刘豫是完全听不进去 和蔡兴宗有着类似看法的 还有右将军萧道成 萧道成是刘宋开国皇帝 宋武帝刘豫 继母萧文寿的同族 萧道成的老爹萧成之 曾经长期追随的族人萧思化 南征北战 也曾经历任济南太守 汉中太守 龙襄将军等职 萧道成作为一个将二代 很早就展露出了头角 先后参加过讨伐蛮人 和第二次袁家北伐 以及这一次刘豫的平叛之战 萧道成是立了不少战功的 这个人可以说是文武全才 性情沉稳 在军中声望颇高 刘豫对萧道成也非常的器重 萧道成此刻 含蓄的提醒刘豫 说徐安都务狡猾有余 如果用军队去逼他 恐非朝廷之福 但此时的刘豫 依然是固执己见 还撂下一句狠话 诸君猛锐 何往不克 轻物多言 意思是说 我手下的各路军队都很精锐 哪一次出击都能战无不胜 你就别再多说了 从这句话就能看得出来 此时的刘豫 已经自大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在刘豫的心中 他的军队是无往不胜的 他本人也是无所不能的 但无所不能的毕竟只是神 而刘豫只是个胖子 并不是神 刘豫无非就是个体重超群 智商又不怎么超群的普通人 后来发生的事 狠狠的打了刘豫的脸 因为蔡兴宗 萧道成最担心的事情 终究还是发生了 薛安都真的献出了徐州 投降了北魏 原来听说朝廷 派了大军北上的消息之后 薛安都是大惊失色 薛安都心里清楚 凭着自己的一周之力 很难抗衡朝廷 为了自保 他也只好向北魏求援 此时在北魏执政的 是以精明强干而著称的 北魏冯太后 冯太后当然不可能放弃 这么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立刻就答应了薛安都的请求 派遣大将原位 率领一万精锐骑兵 前来救援徐州 当留宋的大将张勇薛优之 率领了宋军逼近蓬城之时 北魏的援军已经赶到了 魏军利用骑兵的机动优势 出其不意绕到宋军的背后 夺取了宋军的全部粮草自重 手中没了粮心中开始发慌 大将张勇不得不选择退兵 时值严冬 大雪纷飞 天寒地冻 四水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留宋大军来之时 所坐的船只是根本无法移动了 无奈之下 大军只得弃州步行而逃 江南人不适应北方的严寒 很多留宋的士兵被冻掉了手指脚指 冻死的也不在少数 更惨的是 这些士兵还遭到了魏元和薛安都的前后夹击 在鲜卑骑兵的反复冲杀之下 宋军几乎是全军附卧 宋军横施六十余里 主帅张勇 沈幽之只能只身逃回了淮安 就这样 由于刘裕的低级失误 本来一帆风顺 变成了一泻千里 徐州这个沟通南北的战略要地 就这么轻松落入了北魏的囊中 徐州丢失之后 位于徐州以北的刘宋另外三个州 衍州 冀州 青州 和健康朝廷之间的主要联络通道 也就被掐断了 这三个州之内是一片混乱 衍州刺史必中静 青州刺史沈文秀 冀州刺史崔道顾迫于行事 先后向北魏请降 但没过多久 沈文秀又在弟弟沈文秉等人的劝说之下 和崔道顾一起反正 重新宣布效忠朝廷健康 北魏的冯太后不甘心 这清济二州得而复失 马上决定发兵南下 此役 北魏方面的主帅是征南大将军 慕容白耀 慕容白耀是十六国时期 前淹的太祖皇帝慕容晃的玄孙 北魏文秀帝在位之时 拓拔白耀曾任北部尚书 这个人以刚正不阿著称 很受赏识 后来以魂冯太后相继执政 政局动荡不安 但是慕容白耀 却凭着自己的才能 始终是任凭风吹浪打 我自窥然不动 一直身居要职 地位显赫 被人称之为北魏政坛的丁字户 这一次慕容白耀被委以重任 统领着五万骑兵进军青州 首当其冲的就是骑地重镇吴延 吴延就是今天的山东东平 当时大多数魏军将领都认为 大军刚刚渡过黄河不久 而且攻城的器具也没准备好 如果马上就攻城 实在是太仓促了 应当先原地修整 但是此时佐司马立范 有个不同的看法 立范和慕容白耀讲 这事物都是相对的 没错 我们确实有些仓促 但是对手比我们更仓促 我们的行军速度如此之快 宋军必然来不及组织防备 现在进攻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定能克敌至胜 大将慕容白耀 于是采纳了佐司马立范的建议 当即发动猛攻 果然一举就攻克了吴延 斩杀了刘宋守将 破城之后 慕容白耀原本打算按照北魏的惯例 将这全城的男女作为奴隶赏赐给部下 而此时立范又极力的劝阻 让慕容白耀以争取民心为上 善待百姓 慕容白耀这才改变了主意 城中居民也因此得到了保全 就这样凭借着立范的谋略 和北魏的骑兵冲击力 慕容白耀在十天之内 连下四城 威震三骑 直到此时 刘宋的皇帝刘裕 才意识到这问题有多严重 慌忙命令沈幽之等人 率军北上 再次进攻鹏城 以打开救援清济二洲的道路 然而这一年正赶上大旱 河道水位很低 稍微大一点的鸭子都能搁浅 何况是运输资重的大船呢 因此 沈幽之多次派出使节 向刘裕陈述了客观困难 以粮草运输不便为由 恳求不要出兵 但是刘裕是坚决不听 严命必须立刻出发 只为成功想办法 别为无能找理由 你若是再不听命 那我就要了你的命 同时 刘裕又派大将萧道成 进驻淮安 以接应军需 无奈之下 沈幽之也只好硬着头皮 领兵北上 没想到 刘裕的命令居然如此的随意 沈幽之还没到鹏城呢 刘裕又莫名其妙的改变了主意 紧急派人招沈幽之回军 沈幽之本来就没有战役 对此自然是求之不得 马上率军撤退 但是战场毕竟不是菜场 怎么可能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呢 北魏驻守鹏城的大将卫援 太陵守下将领孔伯公 率军是尾随追击 就在今天的江苏肃迁东南 一战大败了宋军 沈幽之狼狈的逃回了淮安 沈幽之兵败之后 孤悬敌后的清济二州 彻底断绝了外援 北魏大将慕容白耀 长驱直入 势如破竹 很快就把刘宋的冀州治所 历城团团围住 同时又派大将长孙林 前去攻打青州的治所 东阳城 公元468年的2月 在坚守了一年之后 刘宋的冀州刺史崔道顾 历劫投降 之后 北魏的慕容白耀 又和长孙林合兵一处 继续围攻东阳城 沈文秀固守不祥 率领着将士是日夜奋战 头盔铠甲一刻不离身 这里面都长满了狮子 直到公元469年的春天 坚守了近三年的孤城 东阳城 这才最终陷落 城破之日 沈文秀手持着皇帝所赐的福洁 端坐大堂之上 面不改色 静待最后一刻的来临 魏军蜂拥而入 将沈文秀带到了慕容白耀的面前 逼着沈文秀下跪 沈文秀则力声驳斥道 我们两个分属两国的大臣 我为何要跪你呢 慕容白耀对于沈文秀的气节 非常的佩服 也就没有为难沈文秀 而是好言语好安抚 好酒菜好招待 将沈文秀送到了都城平城 由于虚安都叛乱 引起的将近三年的南北大战 到此算是画下了据点 经此一役 刘宋是元气大伤 徐州 衍州 青州 济州 淮北四周是悉数丢失 宋魏两国的分界线 也从之前的黄河退到了淮河 而北魏帝国则抓住了刘裕的失误 连续得分 实力大增 北魏也在与南朝的对抗中 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下一次咱们把目光调转北方 看看这些年北魏朝廷发生了些什么故事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点赞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